背了那么多年的锅 是时候给英特尔平反 哈喽哈喽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Win 我终于拿到了金色版本的iPhone 12 Pro Max 和绿色的iPhone 12 mini 为了这个色彩组合 我足足等了三周的时间 我这个应该是全网最晚的开箱视频了吧 全网的UP主已经把iPhone 12系列扒了个底朝天 开箱大家都看过 所以这一期借着开箱和上一期的话题 跟大家来聊聊iPhone 12的信号和我的一些发现 苹果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大数量的退货 老实交代这里边有没有你 有退货的弹幕扣个1 而且数量还在不断的扩大 他们分析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黄牛卖不动 还有一个就是绿屏的问题 其实苹果今年的失误很多 连颜色都没有压队 往年的主打色是最畅销的 但今年买蓝色的人却不多 市场上蓝色版本是一直有现货的 灰色和白色一击难求 但我觉得今年这次的金色绝对是一个宝藏色 废话不多说我们先来开箱 我们先来开金色的iPhone 12 Pro Max 我们看盒子的大小就能看出这个Pro Max和mini的大小的区别 今年的这个金色是那种淡淡的金 非常的漂亮 这款是我今年最喜欢的颜色 边角非常有质感 好看 很好看 其他的东西我们就不多做介绍了 接下来我们开12 mini 这款绿色的iPhone 12 mini也是我非常非常期待的 非常小巧一手掌握 这样一手掌握 太好看了吧 淡淡的金浅浅的绿 这两个配色是我最爱 是我认为今年最好看的iPhone 12系列的颜色 非常推荐这两款颜色 这个iPhone 12 mini的握持感真的是非常不错 非常的衬手 iPhone 12 Pro Max就是要大很多 这个iPhone 12 Pro Max是真的个手啊 单手操作是不可能了 说直角边框不个手的兄弟 一盘王者就让你知道小拇指有多伤 今年iPhone 12金色的配色是非常好看的 它不是那种非常土豪的金 是非常淡的一个颜色 然后呢背板也是浅浅的米色吧 应该说是 就是比奶茶色更浅一点的颜色 配合这个磨砂的质感 整体上我觉得这个配色是非常好看的 那绿色的mini就不用说了 对不对 首发最难抢的颜色 那我相信大家已经看过无数的开箱了 在这里我就不多赘述了 那上期呢我说要给大家做信号测试 结果那一期就割了 原因是根本测不下去啊 同一台手机 同一个地点 同一张卡 测出来的网速是不同的 而且相差非常大 常常显示的是5G却运行在4G的网络下 测出来的速度呢也是4G的 别说跟别的手机比啊 就是跟iPhone自己比都没有可比性了 我当时测下来我都震惊了 上级开箱的时候 我跟大家说iPhone12全系列使用的都是高通X55的基带芯片 很多人都表示很失望啊 我说大可不必 我告诉大家呢 X60相比X5基带最主要的优势呢有三点 第一个是5纳米的制程 第二个是支持跨类别的载波聚合 第三个支持VoNR 首先5纳米确实会省电一些 但5G手机的功耗的大头是信号的收发 基带有一些影响 但不至于巨大的区别 同样的手机信号的好坏 也不单单是一个基带芯片就能决定的 其实很大程度上 天线的设计和软件系统的影响更大一些 那经过这段时间的使用 我发现iPhone12的5G信号并没有多好 大家普遍感觉是有改善的 那这个改善是哪里来的呢 打个比方 同样是很差信号的情况下 只有一格信号的5G 也要比一格信号的4G能承载的数据要多一些 所以大家普遍感觉12的信号 要稍微比11好一些 但信号弱的地方 11虾12也虾 还有一点就是高通的基带芯片 确实要比英特尔的稍微稳定一些 但说实话 英特尔的基带是被大家骂死的 在我用iPhone11 Pro Max的时候 我觉得英特尔的基带真是差呀 但我用了一段时间的iPhone12 发现未必主要的问题还是苹果的天线设计和能耗的策略 那我一直觉得iPhone12的边框的天线设计是很糟糕的 从iPhone4的死亡之卧一直延续至今 再加上今年的小电池带来的能耗控制的要求 使得收发的功率策略都非常好手 为苹果背了这么多年的锅 是时候给英特尔平反 那第二点支持跨类别频段的载波聚合是啥意思呢 就是X5只支持同类型波段的载波聚合 那X60支持厘米波和毫米波之间的载波聚合 包括支持TDD和FDD的载波聚合 那因为我们还没有部署毫米波 所以这一块的区别暂时也用不上 那还有一个原因 我后面再详细说 那如果没有VOLNR技术呢 就像4G的手机没有VOLTI那样 来电的时候会回落到3G甚至2G的信号来接听语音 这样会造成断网 那有趣的一点来了 目前联发科的5G基带是支持VOLNR的 华为自己没有说 但手机设置的开发者模式中能够开启VOLNR 但高通的X5之前描述是并不支持VOLNR的 但我用王者农芽来测试呢 游戏中来电并不会断线或者回滚到4G或者3G 这点就比较奇怪了 难道这块苹果定制的高通基带芯片 开挂了 所以从这点上来说 跟X60的区别也没有太大 我们再来唠唠评断 上集我说了 美国是因为黎米波的评断被军方占用了 所以被迫发展的毫米波 但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国家没有必要发展毫米波 其实恰恰相反 毫米波两年内也会全面的商用 毕竟速度快 在一些人口密集的场所部署毫米波 还是很有意义的 因为不同手机支持的频段 越来越影响着信号的好坏和用户的体验 举个例子 比如N28这个频段 是中国广电的700MHz的频段 这个700MHz是5G覆盖的黄金频段 因为波长的原因 这个频段可以做到广覆盖 可以覆盖几十公里的范围 而且还是省电的FDD 速度稍慢一些 可以达到5G的起始水平 拥有了这个频段 可以说 布网的成本相对于其他的频段要低很多 那有人要说了 我又不是广电的电话号 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但国家公布了广电和移动 共建5G 共建5G的网络 所以这个便宜让移动给占了 慢慢我们会发现 移动手握着最优势的频段资源 未来的5G覆盖 肯定是用N28这类的分米波 作为广覆盖 可以覆盖城乡的全境 用N41 N78 再用毫米波来覆盖热点的区域 比如CBD和商场 这类人口密集的地点 大家觉得影响信号最大的因素 或者阻碍5G发展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是我们上面讲的基带芯片 还是信号和频段 那我告诉你 都不是 影响最大的是运营商 你想想 4G都发展了多少年了 5G都出来了 各大运营商 直到前段时间才刚刚支持了Volting 我们再来看看被国内新闻天天笑话的 美帝的5G发展水平 虽然人家的覆盖 但架不住不限速了 再来看看国内的运营商 要啥X60 要啥毫米波 都给你控住 200以下的套餐 你还想超300兆 门都没有 300块以上也限制在了1000兆 就这速度都不够插5塞牙缝的 单路连接就够用了 载波聚合都用不上 更不要说不同类型的载波聚合 你要个X60有啥用呢 总结 iPhone12的信号是依然的渣 只是得益于5G的速度下限 感受上就要比iPhone11好 高通的基带可能比英特尔稍微的稳定一点 但影响信号的好坏 还有天线的设计和软件系统的策略 这代iPhone的电池小的原因 使得整体的信号策略偏保守 加上苹果的天线设计很一般 这代的iPhone的信号真的是一般 断流的情况是有改善的 但该没信号还是没信号 玩农药该460还是460 尤其是双卡 我就遇到过好几次没有信号 开关飞行模式也不起作用 最后只能重启手机 另外WiFi的信号相对来说 也没有比iPhone11系列有改善 苹果天线的锅让英特尔背了这么多年 可怜的英特尔基带 说没就没了 没了 OK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求订阅 求转发 求留言 有机会我们再来聊聊充电器 还有一些其他的配件 也是很多的坑 那我们下期再见 Peace